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老板开了一家甜甜圈店 也受到了邻居们的捧场 老板自己的手艺也是一绝 刚开始 居民们只是简单地照顾一下老板的生意 在真正品尝过后 才发现老板做的甜甜圈非常的好吃 这一下子就受到了居民们的欢迎 老板平时生意很好 虽然生意很好 但老板从来不会摆架子 如果周围的邻居买甜甜圈的时候没有带钱 老板也会让他们把甜甜圈拿回去 等到下次一起支付 而老板的甜甜圈店同样是孩子们最喜欢光顾的地方 哪一个小孩子不喜欢吃甜食呢 不过 毕竟是孩子 并不是每次都有钱来买甜甜圈 遇到父母不给钱 但又想吃甜甜圈的小孩子 老板也会拿出来一些免费给这些小孩子解馋 三十年如一日 老板的口碑一直很好 甚至到后来成为了小镇的一个特色 很多居民都是从小吃老板的甜甜圈长大的 老板与妻子结婚多年 一直没有孩子 甜甜圈店就是老板全部的心血 或许这也是老板能够做好甜甜圈的原因吧 最近老板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老板的妻子病倒了 夫妻俩没有子女 老板是唯一能够照顾妻子的人 因为夫妻二人全靠老板的甜甜圈店生活 而妻子的病又需要大量的钱 老板不得不在妻子生病的时候 依旧经营着甜甜圈店 可这边妻子同样需要人照顾 于是老板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法 白天依旧经营甜甜圈店 但下午早点关门 回家照顾妻子 老板下午早早的关门 很快引起了居民们的注意 有一些下班比较晚的居民 一时之间买不到甜甜圈了 在好奇心的趋势下 很快就有居民打探出了老板妻子生病的消息 这个消息也很快传遍了周围社区 当老板第二天营业的时候 老板呆住了 老板店里的生意一直不错 人流也是络绎不绝 但从来没有像这天一样 不过刚刚营业十几分钟 买甜甜圈的人已经排到了店外 而且眼看着人流越来越多 更让老板知经是 每名顾客一次性买的甜甜圈都非常的多 以往一个人会买上一盒到两盒 而这天一个人基本上就买了七八盒 原来这些居民了解到老板家里发生的事情之后 非常的同情老板的遭遇 为了能够让老板早点回家照顾生病的妻子 他们自发的决定买多一些甜甜圈 好让老板能够早点卖完回家 这些顾客在付款的时候也有一些小心思 他们会多给老板付一些钱 而且拒绝老板找回来的零钱 因为老板还要照顾其他客人 所以也没有办法硬塞到多给钱的客人手里 再加上妻子的病确实需要很多的钱 也就接受了这些顾客的好意 老板为此感动不已 在居民们的帮助下 老板的甜甜圈卖得飞快 不过是一上午的光景 老板的甜甜圈已经全部卖完 看到远处依旧赶来的人群 老板不得不关闭店门 并挂上牌子甜甜圈已售完 而那些后面赶来的居民 看到售完的牌子也不悲伤遗憾 反而微笑着向老板竖起了大拇指 老板有了充裕的时间陪在妻子身旁 妻子也积极地配合治疗 很快便恢复了健康 待妻子恢复了健康之后 老板也没有忘记这些帮助自己的居民 老板的甜甜圈店 给了所有到店购买的客人一些优惠 以报答他们在危难时候 对自己伸出的援手 当你以真诚待人的时候 不用担心他人会视而不见 他们会将你的行为记在心里 会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回馈于你 以诚待人才是人立足的根本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 是关于一位公交车司机的 一个小小的善举 却可以温暖无数的人 贾司机是40路公交车的车长 平日里贾司机开车是又快又稳 可以说是兢兢业业的 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从来没有违反过公司的规章制度 然而有一天 贾司机却是首次违背了公司的规定准则 贾司机这天像往常一样 驾驶着40路公交车 行驶在规划好的路线上 这一天好像与往常的每一天没什么不同 或多或少的乘客 固定的路线 然而在一个红绿灯路口 却是发生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在等红灯的时候 贾司机看到有位盲人正在过马路 盲人并没有牵着导盲拳 而是自己一个人用盲帐 一点一点的探路 因为盲人看不见路况 只能用自己的双耳判断来往的车辆 马路上嘈杂的声音很显然对盲人有很大影响 刚开始盲人走的还比较顺利 待盲人走到马路的中间时 靠近马路边上的右转车道 却不时有车辆驶过 右转车道的车并不多 正常人可以趁着间隙通过 可这位盲人看不见 只通过耳朵去判断的话 往往是刚刚确定可以通过 就有一辆车子驶过 影响盲人的判断 这位盲人有些着急 但几次通过都没有成功 坐在车上的假司机看不下去了 打开公交车的双闪灯 随即走下车上前帮忙 其实公司有明文规定 司机不允许中途下车 但此时的假司机很明显没有顾虑那么多 假司机拦住了想要驶过的车辆 搀扶着盲人过马路 在扶盲人过马路的过程中 假司机也是了解到原来是盲人早上吃坏了肚子 所以才着急的想要到马路对面上厕所 假司机将盲人扶到对面厕所后 才又回到了公交车上 回到驾驶室的假司机还不忘向乘客们道歉 耽误了乘客们的时间 但乘客们并没有抱怨假司机 反而对假司机的行为连连称赞 再后来这件事情被发到了网上 也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有记者先是采访了假司机 为什么假司机对盲人伸出了援手 假司机的回答也非常的简单 这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 他当时并没有想太多 如果非要说一个原因的话 那可能跟平日里会经常参加公司组织的志愿活动有关 因为平日里会当志愿者帮助他人 所以在看到盲人过马路的时候 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下去帮忙 当时盲人有些着急 假司机也有些着急 他去帮助这位盲人 反过来也是帮助了自己 后来记者也是采访了公司的高管 对于此事怎么看 会对假司机的行为怎么处理 公司的高管也表示 虽然假司机的行为违反了公司的规定 但假司机是为了帮助他人 这种行为公司是非常支持的 公司不仅不会责怪假司机 会对假司机进行表彰和发放奖金 而群众们对于假司机这种行为 也是大力赞扬 纷纷为假司机的行为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